今年是三期的100周年 三期这几天已经发布了第一款 运生活动的9款 冲着最前面的就是这一款 白州嗨波 友友们都兴奋得像过新年一样 只要660日元一贯 卡马逊上已经可以买到丸子也下单了 除了这一款白州嗨波呢 单得利还推出了这一些 这一些 这一些 作为百年活动的限定款 丸子用自己喝日威买日威收藏日威 十几年的经验告诉你 三期100周年限定酒 怎么喝怎么买 目前呢100周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的时间会持续多长 丸子啊已经跟业内的大佬们确认过了 这个活动持续至少两年 三期酒标上的1923呢 代表三期现场是在1923年 但是实际上三期第一滴威士忌酿出来 是在1924年的11月11号 11点11分 这个伟大的企业家都比较会挑两层几日啊 我希望未来收集 那也是反正 是三得利这样一家大企业 必须喝水不忘挖紧人啊 当年三期的建厂 乌乐创始人鸟井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竹鹤 两个人一个出钱 一个出技术 一起拉开了日本威士忌百年的帷幕 如何呢 1934年创办了北海道渔市的 尼卡针流所 会以明年同时也是尼卡针流所的90周年纪念 而三得利作为日威行业里面的大哥 必须要有大居观啊 再几个大佬们坐下来一商量 那就这样吧 我们日本威士忌的100周年 那么一起玩它个两年吧 这样拍定了 2023年和2024年这两年的时间都会是日本威士忌百年活动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坐下来慢慢喝 因为除了三期跟领头大哥以外 接下来也许还会有很多日本的威士忌厂家参与到百年订阅活动当中 100周年的酒应该怎么买呢 丸子从两点给大家分析分析 第一点呢 你这个酒是买来喝 是买来收藏投资 第二点 分清楚限定和限量的区别 那么首先丸子在这里断言 刚刚推出了这几款100周年限定的新酒 喝就行了 没有任何的投资收藏价值 当然呢 作为一个纪念品也是可以的 那手上刚好有两瓶酒给你们看一下 两瓶都是三期的无年份 这一瓶是普通的超市版 这一瓶是丸子在2014年去三期酒场参观的时候 海盗的限定版 它跟普通版的区别 在酒标的下面这个地方 定了一个三期酒场的标志 就是跟这一次新推出的几瓶百年纪念版 有一些异曲同工的效果 因为发行量都特别特别大 所以没有任何的投资价值 但是作为一个纪念品还是不错 当我看到这瓶酒 我就想起2014年去酒厂的回忆 如果2023年对于你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意义 我觉得买几瓶酒为纪念也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限定和限量有什么区别 首先说一说这限定 日本企业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推出限定呢 第一 技术还不够成熟 第二 原材料供应部 第三 新市场没有信心等等这样的情况 它在没有公布具体发售数量的情况下 限定发售 就是对新市场的一个赤金石 最著名的例子呢 就是2021年推出的三奇和响的限定套装 它有一个另外的称号叫韭菜套装 说起来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心痛啊 在当年韭还没出来 有韭商光凭一张照片 就能将一套卖到三个W的价格 现在呢市场上一堆一堆的现货啊 3000块钱都无人问津 它只是限定 它没有限量嘛 而现在2023年啊 在日本的商场里 还经常有朋友能碰到原价的2021限定套装 所以呢 新发布的100周年限定系列啊 这就是没有任何的投资价值 怎么才是真正的限量呢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些都是三奇在60周年和80周年 纪念活动上发布的9款 这一瓶和这一瓶 特别是在60周年和80周年时候发布的限定的金瓶三奇和金瓶三奇十二年颜值满分的金光散散 女生看了绝对会心动 这三瓶呢都是在三奇80周年庆祝活动上推出的限定款 这款是三奇酒厂80周年的酒标 这款是白洲30周年纪念的酒标 这两款酒当时发布的限量数字是三奇发了5000只白洲发了2000只这两个同时推出的这两只啊当时的发售价都是1万日元 那今天呢市场价判了50倍 这一瓶呢就更厉害了 是隐藏版的80周年纪念限定版 在照片上呢这两个人呢是三奇三德利的创始人鸟锦和他的接班人佐治晋三 这两个人啊现在已经看不到日本威士忌百年的盛况 但是他们是现在的奠基人 这一款酒呢是现在第三代接班人鸟锦信吴当时在三奇酒厂里面举办的80周年庆祝活动上赠送给来厂的嘉宾的并不是对外发布的商品 用了12年的三奇元酒还有40年的水又元酒调和而成 那么在当时80周年的那个活动上呢鸟锦信吴还同时装了一桶新酒 当时呢他表示也许会在下一个重要的庆祝活动上而同开了 是不会是在百年这个纪念活动上把当时的酒拿出来装瓶呢 我们拭目以待 同时还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三奇肯定还会发布一款高于55年的高年份酒 但是具体是多少年份 以及什么时候发售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消息 大家记得丸子说的 这个三奇100周年活动将会是整个日本威士忌界庆祝100周年的大活动 这个活动将会持续两年 所以我们不要着急 先坐下来慢慢喝 一起期待 拜拜 拜拜 拜拜